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5日是歌手周深出道的七周年的日子 他在微博上发布了小视频表示庆祝 在视频中周深也深情演唱了一小段 自己灵感乍现从而写下的福歌歌曲 也讲述了对于自己成为歌手的一些想法 并对自己的歌声能够像春风 或者夏夜一样陪伴在粉丝朋友的身边 而感到十分庆幸 现在的周深云淡风轻 自信满满 他是各大卫视舞台的常客 跟上央视牛年春晚 与歌唱家张也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几乎每发一条微博都会登上热搜 早已成为炙手可热的顶流歌手 其实在出道的前五年 周深都是默默无闻 真正成名就是近两年 哪有什么一夜爆红啊 他经历了许多艰难才走到今天 一不忘初心 执着追逐歌手梦 2014年年近21岁的周深淮揣着歌手梦 从家乡贵州来到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 正是开始了他的追梦之旅 一曲奇遇的欢言 惊艳了在场观众及导师 也成功获得了四转 并加入了那音导师的站队 这个90后小个子男生 凭借着一把好嗓子 以及自己后天不懈的努力 但遗憾未能成功进入决赛 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 这副特别的嗓子 曾经让他产生深深的自卑感 而不是自信 再加上身材A小 他在学校里被同学看不起 留下心理阴影 走出中国好声音后 在高晓松的赏识下 曾在乌克兰专攻音乐的周深 周深开始跌跌撞撞在乐坛发展 从蓝色降落伞到玫瑰鱼小路 很多人听过他的歌 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知道他是男孩后 觉得不可思议 但在出道的前几年里 周深的代表作只有一曲大鱼 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 和细腻的演唱 将大鱼诠释得一如既往的干净 从低音潜唱 威威道来再到幽远激昂 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 周深也凭借大鱼 获得了第七届牛儿奖年度金曲歌手 第24届东方风云榜 全民选择男歌手等诸多奖项 周深追逐梦想的脚步从未停下来 2018年9月发行首之个人作曲原创作品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2018至2019年度 举办了深空间演唱会 从发行歌曲到举办演唱会 周深一步一步地朝着他的目标 周深在努力着 也在用实际行动向观众证明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只是现实残酷 那使得他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举行演唱会 现场的观众不多 而且他也只能演唱大鱼及一些翻唱歌曲 一切都源自他不够红 二 大热剧集欧斯为演唱者 在周深的坚持不屑下 他渐渐成为很多电视剧插曲和主题曲的演唱者 周深也先后献唱了 奥斯卡最佳影片水行物语 触不可及 每版电影的同名推广曲 电影是神灵的主题曲归处 电视剧锦衣之下的主题曲院 电视剧《大江大和尔》的主题曲和《光同臣》等多部大热剧集的奥斯 周深的深情演绎 也为剧集起到了一个锦上添花之用 也有不少粉丝因为周深而去看起了电视剧或电影 真可谓奥斯大呼 周深不仅歌唱得好 而且唱跳实力也不容小觑 在综艺节目《创造营2021》中 周深也通过唱跳创丝主题曲 向我们简单地展示了他的唱跳能力 更直言声乐跟唱跳都没有命重要 三 参加综艺展现独特魅力周深作为歌手 有着超强的专业实力 在与音乐相关的综艺领域 周深在音乐上的优势也令人折服 周深作为首发歌手参加了综艺歌手当大之年 在节目中周深演唱了一首又一首风格多变 类型迥异各剧特色的歌曲 充分且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了他身为歌手的实力 周深凭借异曲大鱼 再度勾起回忆 完美营造空灵婉转之感 异曲自己按门铃自己听 完美诠释歌曲并较暗黑的氛围感 异曲达拉风法 突破刺圆壁 不得不让人深深感叹 周深歌唱实力之强大 歌曲类型知识配度 更不要提明星大侦探中 每每听到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天堂岛之歌了 周深不仅业务能力出众 性格也非常圈粉 综艺感满满 2020年1月起 了不起的长城青春环游记第二季 新手驾到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等多部类型不同 各具特色的常驻综艺 向我们多方面的展现了周深所具备的专业素养 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让更多人认识到了 这个拥有美好歌声和真诚灵魂的歌手 2020年一整年里 周深以飞行嘉宾的身份 参加了20亿档其他综艺节目 比如奔跑吧 快乐大本音 天天向上乐队的夏天 乘风破浪的姐姐 等多档年度热门综艺 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同时综合下来一年的成绩 他退出了40首改编曲和32首原创歌曲 加上各大晚会和综艺节目的录制 他一共表演了103首歌曲 乐坛劳魔一点不夸张 如此高的工作强度 他一定很累 但是镜头前的周深总是充满活力 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时至今日 周深出道的第七个年头 周深好像真的红了 不仅仅是歌红 人已红了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综艺 或者是周深演唱的歌曲认识 并喜欢上了这个专业能力优秀 性格可爱有趣的大男孩 周深的爆红 不是偶然的运气 这一切都源自他的努力 先添了好嗓子 再加上后天的努力练习 坚定追逐梦想的决心 周深这个宝藏歌手 终于被人们发现了 2014-2021 看完周深的信 只想说 有你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周深说 视频彩点 人生一大难事 可见这个视频 他应该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我们周深又费心了 他穿着白色胸前大兔子的T恤 搭配凉爽短裤 舒适自在 今天是他出道第七周年 他在微博中说 我都出道第七年了 话不多说 看视频吧 因为视频里说太多含着眼泪 内心十分激动的一遍一遍看着视频 只想说 有你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他就是那个可爱呆萌 又特别有趣的歌者 他热情的与我们打着招呼 认真数数 说自己出道第七年 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很开心自己能够成为歌手 很开心我们能喜欢他的歌声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七分之一 八分之一 还是自先是一个新人 他又将自己灵感乍线 写给我们的一小段副歌唱给我们田春风啊 你可曾吹过他的脸 告诉他我的思念 延延到一天又一天 看清我不愿的离别 却不得不说再见 太好听了 歌词也写得特别棒 他一直在感谢 但是我们更想对他说感谢 感谢他的歌声的陪伴 他总说因为我们他觉得自己唱歌更加有意义 欢迎一次一次的遇见 坦然面对每一次的离别 真是一个暖心的大男孩 今天因为有他变得格外有意义 他的住院也简单明了 天天开心 身体健康 做自己最喜欢的自己 这就是周深 单纯善良的一个宝藏男孩 他知道有他的歌声陪伴 我们会格外开心 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存在 让我们的生活才更加美好 真心被这个大男孩吸引 看完周深给我们的信 只想说 有你的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也希望你天天开心 多注意休息 拼搏努力的时候 有我们一直在背后默默守护 周深出道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校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